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跟所有的中国人 跟所有中国家庭命运息息相关的 影响到我们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 几天以前也就是在7月26号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 官方微博账号上面公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说是今年夏粮收购 总量是3229万吨 乍听起来好像不错 但是后面一句让人非常的担忧 上面后面说的是同比减少了1727万吨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今年夏季粮食收购的总量比去年减少了34% 这是自从1961年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个最后一年 就是那个饿死3000万人的那三年的最后一年 自从那一年以后路德的最大幅度的这个粮食收购的减少 所以这则消息呢引起了这个很多的那个网民的担心 很多人在下面跟贴说这个是不是大饥荒的前兆 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 惯于岁月静好的他们不承认 他们说啊 那不要紧 今年一年的粮食收购减少了 但是我们不是还有战略储备粮吗 我们在全国各地不是都有粮库吗 我记得在这个三个多月以前 也就是今年的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三位发言人 吴建民、袁湘居士和我 都就这个粮食安全问题做过专题的视频 提醒大家注意 现在中国的粮食储备系统已经出了大问题 前几天呢 就是7月23号 国务院发表了一则通告 要在全国进行全面的粮食库存的打清查 清查全国各地粮库的 它的储存粮食的数量、品种、质量和粮食的所有权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明了中共最高层 他们对全国粮食储备完全是心里没底的 本来这些数据就应当在他们的电脑里面 一个键一敲就全部呈现在这个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 呈现在他们电脑上的、呈现在他们眼前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在全国进行那 为期一年的大规模的这个粮食库存的清查 这个消息非常的反常 那还有人说现在这个全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的年代 现在是这个世界贸易的一体化 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粮食减产可以从全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吗 那说这个话呢如果是摆在五年以前 那确实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中国过去数年以来都是靠大量的进口粮食 中国国民粮食消费的25%到30%在过去几年都是靠进口的 那再多进一点也问题不大 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就是贸易战贸易战导致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导致这个外币大量的流失 外汇储备大量减少 最后导致人民币汇率大跌 现在呢已经人民币汇率下降已经初见端倪了 但是现在仅仅是刚刚是一个开始 如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了7.0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引起这个恐慌性的外资逃离和大量人民币的抛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年俄罗斯这个卢布大贬值的这个情形呢 就会在中国重现 中国的经济就会彻底的崩溃 当然当年的俄罗斯崩溃之后 那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不能够从外国进口工业品 但是在中国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是要靠大量的进口粮食 大家才能够生存在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外币 这个外汇储备流失了之后 当我们的人民币不值钱了之后 我们拿什么去从外国大量的购买粮食呢 我们庞大的社会底层的这个人口 低收入人口 我们拿什么去买这个高价的进口粮食呢 所以这样的就会出现一种状况 将来呀就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会出现了第一个是粮食大涨价 大涨价以后 很多人就会进行了恐慌性的粮食大抢购 那么抢购之后 有钱的人就开始囤积居齐 甚至是公共这个官僚集团 他们也会把楼上有的粮食囤积起来 那么最后就会形成了这个大饥荒的局面 那么中共政权他就会运用他们手中掌控的粮食 来控制这个国家 来惩罚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群 不喜欢的地区 不喜欢的阶层 故意的刻意的在那些地区那些阶层当中 造成大饥荒的场面 那这个是中共和这个全世界的共产党 他们过去惯于运用的一种手段 过去在苏联30年代的时候 他们曾经在乌克兰也就是最富裕的农业区 他们制造了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 这就是中共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 制造了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 前些年朝鲜还在制造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 这样的例子在共产主义统治的这个国家 已经非常的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面临了 重新面临了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在经过了三四十年的 这个吃饱饭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之后 我们已经放松了对大饥荒的警惕 我们认为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现在这个危险又再一次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希望大家要密切的关注 这个事态的发展绝对不能够轻轻松松的 把这几个重要的消息一带而过 那我听见这个消息之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震惊 虽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会出现 但是当我亲眼看到了这个消息 由中共的自己说出来还是感觉的非常的吃惊 所以这则消息一定要跟所有的朋友 跟所有的民主同道维权朋友 跟所有的中国人要分享一下 我们必须得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未来的命运 把我们家人的命运 把14亿人的命运 交给中共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不能够依赖他们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自救 那么怎么样自救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 第一个是从个人层面来讲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开始储备粮食 在农村的居民从现在开始 这个要把自己的粮食要储备起来 不能够随意的消耗掉 不能够随意的卖掉 要储存自己全家 要够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粮食 同时呢 你要保存好自己的种子 不能够寄希望于明年 要到其他的种子公司去买种子 这是农村居民的 城市居民大家要尽量的 想方设法的要买粮食 保证自己家庭呢 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个粮食消费 不仅仅是要买粮食 还要买油料 要买大豆 保证呢 补物蛋白质和食用油 能够啊 让一家人在度过一两年的 这样的艰苦的岁月 当然了我也明白 这个消息啊 不可能扩散到全国所有的人 那么只是一少部分人 一少部分呢 能够有远见的 能够有预见性的 能够未与筹谋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会听 多数人我们从公共层面来讲 怎么样自救 那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给大家的建议是 一旦出现了粮食大涨价的这种局面 一旦中共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是全民上街的信号 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民主同道 维权同道 我们就要尽我们所有的能力 把我们能联系到的所有的抗争群体 全部都动员起来 大家一起上街 上街干什么呢 第一个是要抗疫 要让中共啊 要停止贸易战 这个实行粮食进口零关税 不能用粮食进口啊 作为贸易战的手段 要实现的粮食进口零关税 无论从哪一个国家 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从欧洲 还是从啊 这个南美洲 我们进口粮食都要零关税 不能够让中共从粮食进口当中 得到一分钱的利益 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大一部分 就是由于中共的 他们的无能 他们的贪腐 他们的这个厚大喜功 那他们的胡作非为引起的 所以不能够让他们从粮食进口当中啊 得到一分钱的关税 第二个呢 就是要彻底废除粮食垄断 要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家庭 都可以自由的从外国购买粮食 进口粮食 那我们现在全球的华人有四五千万人 还有很多人可以自由进出国境的 那么这一些人 我们手上的所有的这个黄金白银外汇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进口粮食 那么如果是海外四五千华人 和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有钱的人 大家都动员起来进口粮食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保证了 在这个中国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 市面上还有足够的粮食 维持中国人的生存 如果由国家来控制 如果由中共政府来控制 那么一定会造成大饥荒 所以说必须得废除他们的 这个粮食进口的垄断权 粮食经营的垄断权 要让粮食在市面上自由的流通 那第三呢一定要迫使中共 停止对外大傻逼 停止所谓的一带一路 把宝贵的这个外汇储备 用在那些根本没有回报的 不可能有回报的极大风险的 那些对外投资项目上面 那所有的项目能测回来的 就全部测回来 用这个宝贵的外汇资源 来向国外大量的进口粮食 保证我们自己中国人的 基本的生存权 现在呢 这一次习近平访问中东 访问非洲 又向这些国家提供了 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援助 投资 所以这个大傻逼的行为 一定一定必须得让它 因此所有过去签署的那些 对外援助对外投资的协议 我们就一定要全部的作废 不能够让中国人 不能够让14亿中国人生存 因为这一小撮人的胡作非为 胡乱决策影响到 所以这是一个底线 只要在私人层面和公共层面 我们都全力以赴的 为实现这几个目标来拼搏 那么我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 粮食危机一定会解决 那么现在呢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我们所有的民主同道 和维权通道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为一个 政治理念而奋斗 我们现在是在为所有的 中国人的生存而在奋斗 我们必须的阻止 在中共崩溃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中国人来为他们陪葬 我们要避免中国的这个富人 中产阶级用自己的金钱 来为中共陪葬 我们要想方设法的 保护中国的财富 同时更要避免的是 中国的大量的社会底层人口 穷人 我们要避免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为这个共产制度 共产政权陪葬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崩溃一定是痛苦的 一定是有动荡的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崩溃过程 不会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生存 中共的崩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但是未来中国人为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是势在人为 现在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全力以赴的 为应接那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